就看到你这名字 杨小胸 茁壮成长 感觉好像这个字 只有在小学的时候用过 好多年都没用过这个镯子了 我们在生活当中 很少用到这个茁壮成长的镯子 有点陌生了 你刚才说你人是长了 茁壮没有了 是啥意思 就是长得比较矮小的这种 有多矮 1160 有多轻 92G 那不茁壮 但也不矮小 正常 你一直都在做与影视相关的 对 但你一直做的都是会计 会计主管助理 剧组会计 剧组还有会计呢 就是剧组财务 对 你有会计资格证吗 有 几级 就是目前就是从业 对 因为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 就是考证不是很厉害的人 但是如果说 这个问题在时间当中 能让我遇到 就是我解决不了的话 我可能会去学习去解决 你是做快 做得好好的 你干制片助理干什么 就是想以后往制片上发展 对 往制片发展 是你想成为一个电视制片人 出品人 这个方向太大了 就是 那你知道制片人是干嘛的吗 知道 你说一下 拍电视剧从这个选题的题材的立项 然后就是广电的神 然后再组织这个制作团队 导演团队 你为你的这个方向和制片助理 你学习了一些什么在剧组里 主要因为我之前是做财务的嘛 可能就是对于公司的这个人员的成本 然后就是报销制度 然后预算的这一块可能会了解的比较多 你觉得你离这个目标有多远 好远 对啊 你又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对 你想从制片助理生成制片人 那差太远了 就是你说你觉得百分之多少了吧 如果是百分之一百的是制片人的话 我可能现在直到百分之十都不到 可能是我自己没有表达清楚 就是从这个最基层的开始 然后具体做到制片的哪一层的话 这个是由现实的这个主客观 相结合的一个原因促成的 但是我并没有说一口想吃个胖子 去做制片人 这个是我需要解释的 你做会计做了六年 现在拿到七千块钱对不对 对 然后我走了的时候 是给我加到了一万 但是 对 你做会计拿到了一万 做了六年 对 你现在应聘制片助理 制片助理要求一万 你是个小白 不是 不是 写薪酬写的是一万啊 那可能是我写错了 不好意思 你本来想写多少 七 七千 你作为一个影视公司的会计 你很清楚一个制片助理 是拿多少钱一个月 你很清楚 对 我清楚 但是我觉得制片助理这个工作 如果对于刚毕业的学生的话 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工资 但是如果说对于我工作 你也没干过制片助理 对 是我没有干过 但是如果从专业上角度上来讲 我不占优势 但是从社会经验来讲的话 就是为人处事啊 或者是应变的能力 我可能会比他没 就这么说吧 你动了那么多年会计 你的那个工资表上 给制片助理是发多少钱 他们一天都是一百五吧 一百五 一个月也就四千五 对吧 还不到 四千五还不到 四千五还不到 是吧 那凭什么你拿七千呢 因为我有经验啊 可能就是对于应变能力 比较占优势 而且我之前做的是会计 可能对制片有一些了解 所以如果给你四千块 然后做这个制片助理 和一万块继续做你的会计 你还会选择你的梦想吗 我会做制片助理 但是薪酬的话 我不会接受 不会接受 为了梦想要付出代价的 姑娘 对 对 问世的所有的传媒公司 都给你四千 或者比四千还低 如果你想做制片助理的话 所以你还是会去做会计 对不对 我不会 不会改变的 好 考一下嘛 考一下嘛 杨石头 非你莫属 如果做一个五一节的 小的片子 小的视频 你抖音 你 导音 你可以怎么考虑做 怎么完成 给谁看 就这思路 你跟我们说说 其实 我先说一下 先说简单说一下思路 就是因为非你莫属 它是一个求职类的节目 然后我觉得针对的群体 应该是大学生和企业家 或者院校的老师 如果说 要是做一个短视频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就是 大学生旅游 就是企业家 就是这种能不能就是出外 互旅游的这种一个方向 就互动的这种 五一劳动节休息旅游 然后呢 对 做一些就是有利于 就是缓解大家这个疲劳的 这个事情 杨老师这不是一个导演的工作吗 这不是一个制片人的工作吧 他其实想做的不是制片助理 他是一个助理制片 现在他这个事要成型 现在这个是小视频 完全不是说多大的 让他考虑起程转合 没有考虑那个 就是你要去完成这个任务 哪怕是传经达义 他该怎么考虑这个事 是看他思路 他看出来他完全没有这个思路呀 这是创意 不是这个制片助理的活 我个人觉得制片助理 就是个打杂的 怎么会能变成你的梦想呢 不不不 他的梦想是做制片人 为什么我是机灵的 你那个学校我都很熟 然后你财务不去当去打杂 我头疼啊你知道吗 你别吓得小姑娘 行不行 没事 你是不是非制片助理不做 嗯会 是吧 对 我们这有制片助理的岗位吗 谁有 没有 菲莱老师我能回答一下刚才 不要回答 回答重要的问题 就没有岗位 你今天来求职的 财务还干不干咱 不干 非要做制片助理 嗯 那就全灭灯了 如果财务的工资再加一点 你干不干财务 他说两万都不干了 两万都不干 人家不干 人家为了梦想而奋斗 像小卓这样的选手 其实在我们的职场中 也非常多的出现 可能我做了一行之后 会发现在这一行上面 我遇到了天花板 反正我就选择其他的方向 但实际上站在职业的角度 这种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每一个职业 他都需要用他的技能 和他的应有的素质 但是这位选手 其实他这样的选择 是非常盲目的 我就是节目的执行制片人 制片人的话要找钱 要负责节目的制作 要负责节目的宣发 那在整个节目的录制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制片助理这个岗位 但是就像刚才有一位老总讲的 真的是一个基础岗和打杂的 一万块钱的制片助理 我肯定不知道 所以我不太清楚 你到底是对你这个制片助理 这四个字 你是怎么理解的 你接下来做了制片助理之后 下一步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首先我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那个 简历上写的一个薪资 我可能是当时没有考虑 就是没有就是 七千嘛 我们知道吗 后来你改成了七千嘛 对 不是一万 这个我要就是更正一下 第二个制片助理的话 我可能就是说 因为面对一个改行的 就是一个道路 所以说我想从最基层的做起 因为就是我对于职业的规划的话 可能就是我自己个人意识 可能是有限 但是对于行业内的人 我也就是跟交流过 然后大家给我的意见 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改行并不可怕 我不可能说 一辈子永远地在做财物 毕竟我 尽管我今年已经28岁了 我觉得时间和年龄 是没有问题的 你说对呀 你说你要从基础岗做起 可是你的这个七千 不是基础岗的薪水 对 但是我可以拿到七千的 我觉得我应该有这个能力 好 七千的制片助理是可能的 但是是相对于比较高的 对 如果你真的愿意为自己的梦想 付出时间 也愿意到处去穿梭 天天跟剧组 那也没有问题 我们刚才所说的分析是 一 我们这没有这样的岗位 第二 你的这条路会相对于艰难 对 很艰难 我知道 然后第三 你的梦想很有可能会破灭 我觉得这个选手还是 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执着 并且对职业规划 有坚定信念的 因为整个台上 嘉宾不断地在劝他 但他还是非常坚持地 愿意去做好这件事情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选择 对他来说 愿意为一个梦想去努力 都是值得鼓励的 来 第一轮选择去回来 1 3 3 4 4 6 7 6 9